那么台湾金马奖它和香港电影的金像奖和大陆的金金奖奖并称华语电影界的三大奖项 而且它的历史最早它1962年就有了 所以在三个奖项里它历史是最悠久的 而且台湾金马奖是唯一一个不设地域限制的 就针对所有华语地区和所有华语电影都开放的 它比这个金像奖金像奖是香港金像奖82年 但是只针对香港电影 至少得有里头主创人员有六名以上的香港电影人 你才能参评这个 那至于我们的金金奖也是如此 基本上都是大陆的电影 所以说这个金马奖还算是比较开放的 那么说这个奖项是怎么来的呢 它为什么叫金马奖呢 可能有的朋友说那你这电影都好叫金什么奖 你看金像奖金金奖奥斯卡有那小金人 国外也有什么这个金那个金的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因为叫金的显得珍贵 重要的原因的是这个奖1962年创办的时候 为了鼓励台湾电影界多出精品多出好作品 当时台湾当局把它命名为金马奖的用意在于 是指金门马祖两个岛 我们都知道台海关系非常紧张的时候 金门马祖是对质的最前线 所以这个奖项从诞生那天开始就有浓厚的官方色彩 所以后来它这个奖项一开始金门马祖 香港电影在70年代大红大紫那个时候 所以更多的香港电影进入到台湾 可是那个时候的大陆电影是没有这个机会的 到后来曾经对立到什么程度 哪怕是香港电影界的人 如果你只要跟大陆合作拍片子 那么你就没法到台湾去评讲 甚至这电影进入台湾 演员到台湾都不行 我们都记得这影帝梁家辉 曾经演过垂帘听政火烧圆明园 演先锋皇帝 那就是和李汉祥导演来北京拍的 结果后来梁家辉再回到香港不行了 他拍的片子台湾不买 那是台湾是香港电影一个重要出口 所以逼的梁家辉有三天没完事干 都曾经在大地上摆摊卖过皮带 给逼到这种程度 所以当时还是对立很严重的 后来随着台湾关系一点点缓解 在这个90年代的时候 大陆的电影陆续过去参展去了 到现在我们看 诸多的大陆电影都在那获过奖 电影演员也在那得过影帝影后 第二年要是第一届的话 2013年应该是第52届 怎么还丢了两届 怎么成第50届 这时候金马奖历史上 1964年和1974年停办了两届 怎么停办呢 都跟当时亚洲一个营展有关 就亚太影展 亚太影展在前面 金马奖在后头 当时第11届亚太影展 1964年是台北主办的 那阵亚洲很多大腕都来了 香港那边邵氏电影公司的老板 邵逸夫来了 当时香港茂林电影公司的老板 叫陆运涛也来了 结果这陆老板 当时想到台中县 公共博物院看看 那时候公共博物院没搬 还在台中县 结果飞机失事 造成他这个飞机上 他所在公司这些电影精英 都死了 然后台湾的不少管电影的 陪同的人也死了 结果在这个巨大打击下 当年这个金马奖就没有颁奖颁成 到74年又出现意外 也是亚太影展第二届 回到台北 结果当时台湾电影界 纷纷想借这机会多获奖 来制造市场声势 背后各种潜规则横行 结果当时给台湾电影 办了二十多个奖项 这个不光彩的记录 当时令台湾电影界蒙羞 所以决定 以这个当年不能再重复的 办这个影展了 重复的办电影节 人力物力都不够 把74年这些金马奖也停了 所以到现在为止 应该是52届 停了两届 正好是50届 对 对